台股今天反转下跌 成交量也萎缩到了900亿元以下 原因是什么 那么明天的看盘重点又有哪一些呢 我们连线德信政队的林幸复分析师来跟诉大家 分析师自从现股当冲上路之后 台股的成交量一直撑在一定的水准 不过最后开始似乎是有往下掉的趋势 原因是什么那么隐隐的观察 后续成交量有没有拉起来的机会 那么看盘重点有哪一些 好的 我想今天台股是呈现一个价跌量缩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的成交量大概是从上周 各个开放现股当冲以来的一个相对比较低的量 目前这个加季大概盘后 大概是830亿元左右的一个成交量 那我想其实最近当大家开始慢慢熟悉制度之后 其实这个状况我想其实成交量整体来说 应该会比去年还来的提升 只不过因为目前制度上是要先买后卖 那以昨天的一个美股状况来说的话 昨天包括道琼还有纳斯达克等等四大指数 其实跌幅都超过了一个percent 所以我想其实今天盘面的状况 如果说是先买后卖要去做当送 当然就有它的难度 毕竟大家看到这个美国股市 昨天晚上收盘的表现比较弱实一点 所以可能在这个所谓做多 先做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稍微有一点点却步 那当然以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 我个人是认为资金还是在 就是良性的做一个轮动 至少我想在农历的这个封关之前 就是在两个礼拜的时间 27号那天封关之前 台股还是属于一个这个资金去轮动 不同的一个族群跟产业这样的格局 所以我想这段时间假设盘市 有进行压回的话 其实反倒是可以找一些好股票 那再加上积极够低的话 我反倒认为这个是一个 可以找这个逢低布局的一个时期点 谢谢